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人性,洗滴洗灵 哈喽大家好,我是金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反思人性的言语短片 拉链小孩,废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故事发生在一个天空阴沉的国度 一督满是裂痕的墙壁前,站着一个小孩 他的名字早已被世人忘记,包括他自己 他只记得自己有个编号,叫做4483 4483的嘴巴被拉链封着 他是一个小孩子,说的话都是幼稚的话 没什么营养和价值 所以大人们认为他不说话,才是正确的选择 再看4483面无表情的站在墙下 目不转睛的看着前方 似乎马上就有一出好戏发生了 只见远处一只小黑狗正欢快的奔跑着 小黑狗身后的眼筹冒着滚滚黑烟 嘈杂的声音让小黑狗感到了无比的压抑 他打算跑到城市对面的森林里 可通往森林的必经之路,有条铁轨 铁轨旁的信号不断的闪烁 小黑狗依然没有停歇脚步 试图继续穿过铁路 伴随着有远及近的轰鸣声 火车不偏不倚 撞上了奔向自由的小黑狗 这就是反面案例 不遵守规矩的人就是这个下场 将一切看在眼里的4483告诫着自己 与此同时呢 4483也松了口气 还好自己不是那种个性顽劣的小孩 马上要迟到了 转身就奔向了学校 伴随着镜头缓缓升起 整座城镇的景象也渐渐浮现 一根根烟囱只差云霄 不断产生的烟灰也最大程度的改变了天空 本该拥有的颜色 当然这灰多多的社会想要发展 必须培养新一代的人才 学校呢 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老师在黑板上写着千篇一律的版书 再看着教室放眼望去 所有的学生都长得一模一样 千篇一律的他们 都在记着千篇一律的课堂笔记 而唯一不同的也是区分他们的 就是脑袋上的编号了 文化课上完该上体育课了 老师倒是很仁慈 安排学生们进行的在绿荫场上踢足球 而足球呢 作为一种经济体育 自然是有输赢之分的 可令人奇怪的是 你来我往 你攻我手之间 计分板上的比分 竟然交替上升 并且始终保持着平局的结果 很是奇怪 前不久的考试成绩出来了 学生们按照各自的编号 意思从老师的手上 领取自己的试卷 本以为会几家欢喜几家愁 可再看试卷上的成绩呢 竟然人人都是一百分 没人知道没考满分的孩子 哪去了 也许就压根没有没考满分的孩子 千篇一律的孩子 千篇一律的成绩 机械化的社会 机械化的教育 也许正是因为整个社会 都信奉机械化 所以孩子们的成绩呢 如出一辙 都是一百分 因为机械化是严谨的 是不允许有一点差错的 放学了 孩子们肩并肩排成排 面无表情的拿着满分试卷 回家等候着父母的表扬 可排在队列最后的四四八三 却停下脚步 他转过头 看到了早上那只黑色的小狗 小黑狗并没有死 他又朝着铁轨跑了过来 可这次的结局呢 依然是惨烈的 跑向城市之外的小狗 再次被火车撞飞 消失在轰鸣声之中 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幕 四四八三 呆呆的愣在原地 他不明白小狗 为何想要摆脱这赖以生存的城市 一次次的拿生命和火车赛跑 即使他成功躲过了火车碾压 可代表自由的森林里 依然蛰伏着危险 到处蕴藏着死亡 为何他要如此冥顽不灵 执迷不悟呢 画面一转 美术课上 全人们都在认真的画画 仔细看不难发现 每个人的画 也都是出奇的相同 画的都是 他们诚心诚意赞美的家乡 养育着他们的家乡 又到了体育课的时间 激烈的足球赛仍在进行 一个小孩带球突破禁区 奋力一射 虽然他用尽了权力 可奈何力气还是太小 足球晃晃悠悠 慢吞吞的滚向球门 可让人奇怪的是 敌队的所有防守球员 竟然一动不动 眼睁睁的看着足球滚进了自家球门 一旁的老师激动的鼓起掌来 将比分改成了十比十平局 果然 比分没平局 进球数多的那一方 是不可以防守和进球的 也曾经有小孩问过老师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分出胜负呢 因为集体荣誉 要比个人更重要 每个人都要为集体和利益而活 哪怕随时做好了 西医生的准备 老师告诉大家 可四四八三的心底 一直有个疑问 那么谁来享受 集体创造的利益呢 不得而知 课堂上老师依旧 发着学生们的试卷 一百分一百分 到处都是一百分 四四八三拿着自己的试卷 突然脑中浮现出各种场景 他看到了美术课上大家画的画 那些画 好像并不是他们想画的 可老师抱以鼓励的掌声 似乎一直在告诉他们 画中的内容 就是他们想画的 明明一只狗都有自己想追求的东西 宁可不惜生命的代价 为什么作为人 必须要过着欺骗自己的日子呢 想到这儿 四四八三 开始颤抖了起来 发觉异样的老师 走到四四八三面前 蹲下绳子 翻找着几乎一样的个人档案 四四八三怎么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想搞特殊吗 再看四四八三 抖得更厉害 这畸形死板的教育方式 并不是他想要的 他并不想成为 批量式教育下的产物 他想拥有灵魂 拥有自己的思想 终于他爆发了 挣脱了嘴上的拉链 勇敢的呐喊了出来 班里的其他同学 也都纷纷摆脱枷锁 一个班接着一个班 整所学校的学生 全都爆发了 他们摆脱了学校的控制 纷纷跑上街头 反抗起束缚他们的社会来 突然 人群中的四四八三 停下脚步 他看到那只小黑狗 又开始跑向铁轨 不过这次呢 四四八三没有犹豫 在火车开来的生死边缘 他奋力越起 推开了小黑狗 小黑狗终于摆脱了 被火车撞飞的命运 他终于可以安然无恙的 跑向代表自由的森林中了 再看代替小狗 被火车撞击 躺在雪坡中的四四八三 哈哈大笑起来 因为雪坡里的鲜血 比那虚假 所谓平等的考试分数 更能让他感到真实 和满足 一步